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這很重喔 你的手 看到了 是個燕台 對 對不對 對 這個盒子我先立起來給大家看 一看就知道 它這個燕台比較特殊 這是一個燕台的盒子 相遠亦清 對 我其實 就是這個燕台那時候就是 其實那時候買的時候不會很貴 但是它就是一層一層一層上去的 那個墨 對 這樣 那妳說這個是漆漆 對 是嗎 對 OK 好 但妳看這裏頭 但妳看這裏頭 哇 這裏頭這用的感覺看起來很潤耶 對 有用嗎 應該是 還沒有用過吧 是滿來擺 對啊 就是收藏 可以不可以講一講妳這個緣分 那時候我們去張家界 那時候我們去張家界 那時候買的 OK 好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去張家界可以看到的東西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去爬了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山就爬完下來心情非常的好 是 然後就看到這個就覺得說 就收藏了 就做一個劇念 對 因為這看起來像是一方古宴 對 而且這是端食 對 端食 這是端食 我們中國四大名宴嘛 色宴 端宴 這個是端宴 那端宴有個好處就是因為它耐磨 還有呢 它不吸水 就是說你淹沒以後 淹了它不會馬上就乾掉 另外就是說 它不傷蠔 對 就你拿毛筆在那邊舔驗的時候 不會 等於又掉一個毛 又掉一個毛 我們小時候寫毛筆是那毛一直掉 它這個不會傷蠔 然後第四就不解凍 這個好處 所以這是端宴的一個比較 應該叫做特點吧 是 了解 不過是不是方古宴 這個可能要考量一下 當時你買的時候 應該就這一件吧 因為這看起來是古洞 所以不可能是成縝賣的 沒有 沒有 只有你搶到 就是慢慢看到 然後看到了 下山 然後就覺得 那個 你知道那個 對 那個端宴 它那個有飛機那個洞 那個宴子洞這樣子 可以用飛機去 他們才會去辦那個比賽 所以你爬下來的時候 其實是一種成就感 是 就會覺得說 我無論買什麼 我都會覺得 紀念自己爬完了 對 就長著 要去那百貪這生意不錯 不是 在風景名勝的地方買東西 三思後行 為什麼呢 因為風景名勝嘛 那你就會心情很好 買的是一個感覺 人家講了 我就買一件 不然我哭手來入寶山嘛 你會這樣想 可是有的一些東西 它那個地方根本就不慘 比如說你是去張家界 那怎麼會就買到端宴呢 因為端宴是在廣東 對不對 結果就很奇怪嘛 不過這個也不是 鑑定的重點 對 鑑定的重點是說 它是不是古宴 如果是它古宴或是明宴 怎麼說呢 那您看 您這上面寫著 對啊 它有那個 相遠亦親 然後這邊有寫一個徐衛 哇 這個大大有名 對 這是明宗旗 明宗旗非常有名的一個畫甲 徐衛 那如果說真的是它用的宴 對 那不得了啦 對啊 是不是 會不會真的就被樹宴 很奇怪 買到了對不對 對 我也很期待是真的嗎 而且剛才妳跟我講說 妳這是七七 我就特別再仔細看一下 這個真的是七七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 一一的予以驗證 代表它是 放大性上來看一下 這個古宴對不對 對 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宴的關於科字 它是怎麼回事 是手工的機器可以看出來 我們先決定 好 我們再來看好不好 OK 先見價 這樣還要上選迴境嗎 很心酸耶 當初買一定不值這個錢 對不對 還好啦 三千五百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 看一下 你看它這個科字 給你放大25倍 看到了嗎 對對對 這個是很明顯的 這用電刀刻的 你看 一條一條有沒有 這是電刀刻的 人刻的不會這樣 一條一條 這是往前推 它不會橫的跑 對不對 所以這是很明顯的 是一個所謂的電腦科的 一個驗檯 那這盒子看起來這麼舊 可能也都是做的 仿舊做出來的 對啊 但是 不過沒關係 這方驗 確定是端驗 端驗 確定是端驗 但是不是徐味用的端驗 懂了 那你看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驗檔 這個叫驗檔 對 驗檔沒用過 這不就很奇怪嗎 對不對 驗檔一定會用過 對不對 徐味其買用過 對不對 是 所以這個都可以 你讓 讓自己稍微冷靜一下 我到這個 這個風景名勝的地方 不要買這些 這個貴重的東西 了解 如果你一定要買 沒關係 多買一張車票 帶請老闆去好不好 好好好 當場可以知道 什麼要知道 OK OK 看最後一個保護前 我想要問一下秀文姐 就是說問好奇這樣 這半個月的爆紅 有沒有在你的生活上 帶來什麼影響 或有沒有碰到什麼特別 或是瘋狂的粉絲 都會啦 就是甚至很好笑 然後就是以前第一張或第二張 就是發片的那些 就是有些人 又會再回頭 要加你臉書的 然後就是回頭要表示他 他可能覺得是說 如果可以像我這樣 該有多好這樣子 爆紅 對 以戲之間走紅 那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 哪一位粉絲 對你說過特別的話 或是做了特別的事 印象最深刻的 這半個月以來 有沒有 就是有些就是說 我請你吃飯 或是說我送你什麼 對不對 大部分我都會怕怕的 以前 就是以前還有一個說 我可以送你一棟房子的 那種的人 我也不敢耶 我也不敢去 真的 他說我是建設公司的老闆 那我可不可以送你一棟房子 這樣子 我突然覺得 好好學唱歌是很重要的 天氣 我都不太敢 除了你要好好的學以外 那你還有天分 對不對 你就拉得上去嗎 拉不上去 你一直硬拉 就變成有災害 所以像您 那個歌聲又好 然後 尤其你要唱著 讓大家真的很感動 機運來了嘛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這最後一個寶貝 是文姐帶來的 我們到旁邊來看看 你要坐 來看看這幅畫 來 這是您的收藏嗎 對 可以講一下 您這幅畫怎麼來的 在上海 然後在就是有 因為我們團員非常的少 然後就是最後一天 就是類似自由行 就去那個市 就那個市集 然後就有些名家 就當地的名家 畫家 然後他們就是在那個樓上 他有分三樓有一層 四樓有一層 然後就是 就是有賣自己的一些 聽您這樣講 應該是在上海的城隍廟這一帶 對 然後 然後我覺得他的市集已經 上海是一個很進步的 他們就是 下面都是那個賣黃金的店 然後我只知道 一爬上去就全部通通是掛 上面全部都是賣古董藝術品 對 對不對 下面是那個賣黃金的店 而且那個賣黃金的店 看起來那些黃金的東西都不要錢 因為一大堆 對不對 黃澄澄一片 對 黃澄澄一片 你會以為是假的 對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養成那種 要買黃金的 但是看畫是我還蠻喜歡的 對 我就上去看畫 就太養性了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飛天 很多畫家都會去模擬這個 飛天的這個外貌 形狀 最有名的就是張大千 他的飛天也畫得很漂亮 張大千他說過一個名言 他說這世界上最美麗的 就是畫跟女人 對 難怪娶這麼多老婆 我不知道 所以當初你入手 這幅畫 要花大概多少錢還記得嗎 在上海看到的 那時候應該 如果用人民幣換算的話 大概七八千塊吧 對啊 七八千塊海幣 然後你就在現場 很多富飛天 然後你選了這一幅 因為他們其他的話 都是二十萬起跳 五十萬起跳的 所以你選了一個覺得 蠻幸運的 我就是看他很投緣 對 因為他將來 有很可能就是變成了什麼 就是這樣子 這個畫家叫曾浩 是 曾浩是七零年代 在中國大陸算是蠻有名的 一位畫家 買到有名的畫家 但是那個時候 中國大陸在藝術的起步上 還算是比較晚一點 很多的新興畫家還在揣測模擬的狀態 但是現在曾浩的話是很值錢 了解 更會在他早期畫的會更值錢 為什麼呢 因為現階段這個曾浩的話 可能在市面上 可能在一畫難求的狀態之下 了解 對 可能就價格很高 好 那我們來過個價 我覺得充滿了期待 評估一下好不好 小八千台幣入手的曾浩的話 現在價值多少 好 請揭曉 三十萬元 好會嗎 知道了 原來名字很重要 也不是名字 就是說好 我就講說 因為畫家 畫家他就是跟人一樣 從小孩一直到成長 那這些有過程 那過程 但如果 如果他有一天真的紅了 畫女子畫就是水上船高 就是押對寶 你看看 從七八千入手 對 目前三十萬 對 這種就跟您MV一樣 突然每月就漲了一百萬 是一樣的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講 你找到下一個MV的那個 資金就在這裡了好不好 是 秀文姊 新的作品 我們繼續這樣好不好 要把它錶起來保護好 好不好 我們期待你的新作品 還有下次再來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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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